最新一项国际建筑成本调查显示 香港的建筑成本跃升为了亚洲之冠 全球排名较去年上升一位 也是成为了继纽约之后 全球建筑成本第二高的城市 根据最新国际建筑成本指数显示 在全球44个主要城市的建筑成本中 纽约继续成为全球建筑成本最高的城市 而香港则紧随其后成为第二位 属亚洲之冠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庄泰良指出 劳工短缺是成本高企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随着美元上升 建筑原材料已经有所下降 但由于香港在引入外劳方面仍有所争议 导致建筑成本较高的问题仍会持续存在 不能大量输入劳动力 主要就是我们向劳工界他们反对的很厉害 所以短期来说建筑成本在劳动力这块 肯定还是会放上的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材料 材料主要就是建筑成本 主要放上去就是美元 让美元放上港元上升 所以这块可能会下来 而且我们现在就打那个 围标什么打得比较厉害 所以建筑成本就是材料这块 会比较便宜 但是劳动力这块还是比较贵的 同时记者走访位于九龙湾的建筑地盘 建筑工人均表示 薪资较高仍是选择这个行业的主要原因 也会出现同一时间做数个楼盘的现象 有分析指出目前立法会 针对部分的工程项目进行拉布 也就导致工程拨款分配不均 从而也就进一步加剧了 香港建筑行业的人员流失 同时市场也担心 随着香港建筑成本的不断攀升 也会推升香港的楼价 从而使得香港居民的置业难度 不断增大 亚台第一位是孙雪奇 刘晓布 香港报道 斯蒂文 其实之前我们就有聊过说 香港这个地盘工人的工资 是非常之高的 就是我们也知道 因为他们确实非常的辛苦 就是这个工作时长非常之长 那我们知道在2022年的时候 就说这个香港的基建会 达到一个高峰期 那么那个时候可能薪资高涨 以及人手短缺的问题 会不会又会是一个循环呢 对啊 我觉得就是 人手的一个短缺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外来业劳工也不是太多的时候了 现在很多很多的工程上马的时候了 我觉得那个工资上涨还是未来的 可见未来不断持续的一个最大问题吧 趋势 那我们说如果说 因为他现在您看 香港的建筑成本非常之高 我们看到人工也是非常之高 那么你成本高了以后 就会导致这个楼价 会不会也会水涨船高 对 因为人工高了 然后材料建材也是 那个价格也是在上涨的趋势 然后我们看见很多地平 那个地价方面 也有一个很高的一个 创新高的一些例子的时候 我相信那个楼价方面 也是挺收贿吧 我们相信就是楼价收贿 但是买家就是受害吧 那我们说这个香港 真的是寸土寸金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 这个内地的开发商 已经是越来越多地介入到 这个香港本地的这样一个 房地产开发的项目当中来了 那么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房地产 就这么一块饼在香港 那么现在已经有 本来是说全部都是 香港本地开发商 现在已经有一半 被这个内地的开发商 给分去了 会不会导致香港的这块饼 就越来越小 尤其是这些中小型的开发商 最后有没有可能就 没地可拿这样一个禁地呢 这个绝对是最大 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个最大问题吧 以前就是内地人可能他们是用家 然后来香港买香港的房子 然后现在不是买房子的 也不是用家买的 是内地的房地产商 去买的也不是房子 是一个面包 面粉 不是买面包 那我们买的土地是越来越贵 也是创了很多地区 也是创了新高 那我觉得就是本地的地产商 已经有一些管理层在出声 就是说让他们去疯狂去投吧 所以看见就是现在有一个风气 就是本地的地产商 可能也不可能去最高 因为真的内地有一个很大的基金 他们就是期货率也挺高 他们不太担心用一个高价去拿地 到现在为止不断的创新高 尤其是人民币长期的贬值 他们也有一个走出来投资的一个需要吧 所以我觉得香港地产商占有了拿地的一个成分 越来越少 是未来楼价持续的创新高 一个最大的原因 好的 谢谢Steven的分析 好的 我们今天的压代商信 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感谢谭老卫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会 再次感谢您的节目